走 走 回来 回来 我昨天怎么回来的呀 那个宋建国把你背回来的 怎么喝成那样啊 我高兴 小伙子人不错 挺负责任的 现在坏了这么多 别把你这醉鬼给扔外边 他敢 小雪 你老实找找啊 你跟那个宋建国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看他对你挺体贴的 你俩 该不会是在搞对象吧 你怎么脑子里就有这事啊 你恨不得给全世界的人说没牵巾 有功夫自己找一个去 再说了 就他那德行 我能看得上他吗 你干嘛去你 回家 再不回去我妈在急了 这是萨奇马 云片饼 绿豆糕 还有这个 我爸北京战友宋子 伏林饼 嗯 你可就是到啊 不够还有 都说学好数理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觉得这话得改呢 应该是有个好老爸走遍天下都不怕 行了行了 你就别挤得我了 来来来 尝一个 这儿没外人 说句实话 说句实话 昨天晚上账况如何 唐小雪是否拿下 我与纳斯大战三百回合不分此球 就吹吧 不过啊 哥们是打心眼里服了 你就是一个秀密的教科全书啊 交几招呗 当学啊 再交点学费 这就不仗义了 你吃我的喝我的还少啊 这就不算提前交的学费 我说的学费不是钱 什么意思啊 有几次咱们去宁州饭店吃饭 你模仿你爸的笔记蒙控过关 没错吧 哎呦 别再提这事了行吗 有一回啊 被老爷子发现了 差点没把我这手给剁了 除了你爸的笔记 别人都能模仿吗 来 这可不是吹呀 除了医院处方的那字 模仿不了 别的应该不在话下 妥了 好 你等一下 小雨 电话 来了 喂 哪位 小雨 我是建国 宋长青的弟弟 找我什么事啊 是这样啊 我哥啊 他在家 不方便给你来电话 让我出门给你打 他说今天晚上六点 在白屋西餐厅见 他有重要的事跟你讲 你可别忘了啊 晚上六点 白屋西餐厅 一定要来啊 知道了 再见 他能来吗 放心吧 一准来 你说这招管用吗 是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这事成不成就看你自己 你要是个扶不起来的阿董 那我就没事了 不是 你赶紧抄啊 怎么刚抄这么两行啊 我这也算是创作 哪那么快 是 我就怕唐小语以后对我印象不好 他以后呢 人现在就不爱搭理你 你抄不抄 你不抄我换别人抄 不不不不 建国 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这就对了 好 好 好 陈建国 行啊 上家门口读我了 一天没见就想我了 不照片你会死啊 死我是死不了 我就是浑身难受 少犯贱 昨晚上酒喝多了 有些话没说清楚 你是怎么打算拆散我姐跟你哥的 行啊 酒喝多的事还没有 我忘不了 你说的 保证他俩三天散 吹牛了吧 谁吹牛啊 我宋建国是那样的人吗 告诉你啊 用不了三天 明儿我就让你看到结果 你说的 嗯 明天 我等着 要到时候他们散不了 我还跟这儿懂你 太好了 到时候就没这么客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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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张晓鸣最近一直盯着你呢 小心点 我知道 走了 张晓鸣 我心得不踏实 还是觉得这么干不合适 就你这样的根本干不成大事 把嘴闭上啊 人来了 小语 你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建国等你呢 这边 建国 来了 你哥呢 走 坐下说吧 请坐 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怎么回事啊 我哥他没来 他让我给你捎了封信 看看吧 这信上写了些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 不过 看我哥写信的时候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是 要说咱们两家的情况确实特殊 这几个老人碰到一块啊 能把这房顶给炒塌了 就算你们俩在一起 能有什么幸福可言哪 我哥他是顶不住压力了 才做了这么痛苦的决定 希望你能体谅他 老话不也说肠痛不如短痛吗 这也是早晚的事 摇摇摇 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次我哥是铁了心了 不过 不过他是真心为你好 我这临出门的时候他还嘱咐我 让我转告你 说他祝你以后幸福 我不相信这信是你哥写的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我知道你不愿意 接受这样的事实 可我哥的笔迹你总该熟悉吧 我再跟你说个实话吧 我哥已经向我爸我妈保证了 说从今往后 再也不跟你来过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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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愣着了 上了 小雨 你要去哪儿 我有车我可以送你 不要了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要不我陪你聊聊 漂亮 然后呢 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我愿意陪你聊聊 漂亮 然后呢 他推开我走了 你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趁虚而入吗 我知道 可我看他刚才那样子 真的挺可怜的 我不忍心 我白给你创造机会了 知道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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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这些了 先解决他跟我哥的问题 可这招还行吗 够损的 不损呢 懂得找你吗 这么干 他们真的就能分喽 放心吧 这世上没有打不散的鸳鸯 哥们儿 这次可帮你扫雷成功了啊 剩下的全看你自己了 做得像个男人一样 别面面糊糊的 秀密不用我家了吧 给我来一份牛排 我来看看你 都要有什么事吗 那是个男人 我来干吗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来看 那是个男人 有什么事 我来看你 你叫我猜吧 小宇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赶紧进去 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这 你这是为什么呀 走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是我哪儿做得不好 到底怎么了 你说过这辈子要和我在一起 为什么要写这封绝交信 什么 什么绝交信啊 是你弟和求证你交给我的 傻丫头 怎么说什么你都信呢 我怎么可能给你写结交信呢 真的不是你写的 要写 我也是给你写情书 写一辈子的情书 你不在买 你怎么会这么快 你不在买 自己的观众 你不在买 你不在买 书 你不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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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你不在买 你赶紧把湿衣服脱了吧 别动着 你赶紧把湿衣服脱了吧 好 今天这宿舍怎么这么安静啊 好像没人啊 昨天团队只是看电影 大家可能都去看电影了 哦 今天这宿舍怎么这么安静啊 好像没人啊 今天团队只是看电影 大家可能都去看电影了 我们用一生去诠释一个真理 期待是最漫长的绝望 绝望是最完美的期待 这抄都抄不对 这种白诗你相信是我写的 妈傻丫头 那是因为我真的害怕会失去你 有些人咱们给我 我种了 他就都给你影子 你给我看过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看着你 我简直不开入目 你们两个给我分开 宋长静 你耍流氓都耍到宿舍里来了 把他给我抓进来 喂 哪位 老师 什么 你太妙了 你太妙了吧 有话说话 你别骂人 我骂的就是你 你就那么缺男人啊 你就那么缺男人啊 你去他你找我呀 我来呀 你别臭药脸的 嘴巴放干净点 我不干净 你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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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男的家到宿舍里耍流氓 你干净 我跟宋长青是清白的 别想玩玩我们俩身上泼脏水 泼脏水说得好 我想泼他就能泼上吗 一个人 尤其是一个女人 不是这么他就完了 不用泼脏水 别人都从我现在 就能把你掩散 你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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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净 你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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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净 这边 这边 干什么的呀 我给唐小雨送点姜汤 小雨 小姐 你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你别着急 宋建国跟邱正宇 正在跟张老兵谈判呢 我想 常青哥应该没事的 说吧 照我什么事 那咱们就不绕弯子 开门见山 把宋长青 唐小雨放了 大晚上的我已经鬼了 你知道他们犯的什么事吗 流氓罪 宋进去就得判了 这事 我劝你们少掺啊 所以我这急着来求你嘛 求你高抬跪手把人放了 规矩我懂 什么条件你尽管提 明儿我还要摆上一桌谢谢你 怎么样 给我个面子 你谁我就给你个面子 你说宁州就这么大块地方 谁不知道谁啊 既然张队长非要让我们报上名号 没问题 他叫宋建国 是宋长青的弟弟 我叫邱正宇 是宋建国的铁哥们 我们俩都是东方厂的小工人 行了 别跟我装了 一个厂长的儿子 一个军代表的公子 怎么着 吓唬我 我还不吃这套了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爸在我爸手下的时候 只是一个团里的小文说 每次去我们家 我爸都骂他 说你敬礼都敬不值 你就不像个军人 趁他早点转业 这没想到啊 转了业混来混去 竟然混成了这文化局的头头 培养出这么一个 不男不女的二椅子来 他骂谁二椅子呢 我们都这么叫 别过分 邱正宇 逼急了 我跟你翻脸 别翻脸啊 不是还有事要求你的吗 临出门的时候 我爸给文化局的头头 挨着打过电话 也包括你爸 就一件事 让你把人放了 你说我要没把人带回去 没法跟老爷子交代啊 所以你看着办 别以为你们这好人叹个瞎话 我就信了 你要是不信 就给你爸取一电话 问问你爸什么意思 电话可以打 但我得给你提个醒 你说为这事 咱们俩怎么着都行 可别到时候 把你爸再搅不进来 我怕你收不了场 懂点事 不知道 郑宇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你要有种 就把咱们扣着 送长青可以走 但是唐笑语不行 她是我们团里的人 怎么处理 那是我们团里内部的事 行 不过我得提醒你 我喜欢唐笑语 她的事我也得管 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毫毛 你会死得很惨 门打开 小语呢 小语 小语呢 小语呢 小语啊 小语在哪儿 小语 小语 别招了 你把小鱼给我招出来 小鱼就在这儿呢 以后不要好 你赶紧跟我走好不好 求你了 我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你凭什么插手我跟小鱼的事啊 你想干什么呀 我问你话呢 大哥 建国也是为你了 不是 你哥 还有你啊 那狗屁不通的诗是不是你写的 你要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想把我跟小鱼拆散了 你好追他是不是 我没那么想他说 你怎么想的 你那么想又怎么了 他们俩定了吗 你追唐小语犯法呀 不是宋长青 你以为你一个破修地球的能把这事摆平吗 我告诉你 刚才要不是求正宇拿他爸说事 你根本出不来 知道出不来的结果是什么吗 明天一早 你跟唐小语两个人一块送到派出所 一对臭流氓就这么定了 将来小语要是因为这事跳不成舞 你才是罪魁祸首 听明白了吧 大哥 上车吧 你谁搬这 陈京 长青 谁让你进来的 我怕唐小雨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 我来陪她 唐小雨 你必须做深刻检查 要从思想根源上狠狠地挖 我不写 我没错 嘴硬是过不了关的 你要不把检查写好 今儿晚上就甭想出这个门 不写 小雨 写吧 要不然真过不了这关了 不写 小雨 小雨 你干什么 好 我听你写 好 小雨 我只要吃多了 也别再酷炸你 是吗 是 是我让求正宇模仿你的笔记 给唐小雨写了信 可我觉得我没错 谁让你好来不听去 哥 断了吧 行不行 你没谈过恋爱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生家爱情 我对小雨是有过承诺的 承诺能随意更改吗 好 下不得力 以后别都关我的事了 倒碗水 有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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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说呀 我管你怎么说呢 愿意怎么说怎么说 你 其实我觉得大哥也挺可怜的 他哪儿可怜 他哪儿可怜 他一点都不可怜 你还好好学学 学学我哥是怎么捍卫爱情的 留队查看 这处分够重了 看来这唐小雨连转正都拿了 是 这种乱搞男女关系的破协还想转正 留队查看算轻的 你怎么知道唐小雨乱搞男女关系啊 他就是一大破协 而且还特没眼光 特没水准 搞了一男朋友 回城知青 真给咱们构团丢人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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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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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 慢点 快快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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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怎么来了呀 我怎么来了 你不吃这个 你不吃这个 我倒是不来 还不知道你在购物团 干那么多丑事 你说 你不告示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干什么了 说呀 你以为你不说话 这事就过去了 你说 有什么冤咱们不怕 咱家挨的冤屈还少了吗 你说出来 妈就给你讨公道 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不会做什么触鸽的事 这生活作风问题 哪个女人能背得起这个名声 你说话呀你 你到底干什么了 你这小宗宗 你是叶啊 妈你就别问了 你给我站住 这么多人呢 你给我姐留个面子啊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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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妈的 她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瞒得住吗 我今天不说明天不说 爸爸迟早有天会知道啊 那你也不该把妈带到团里来 那她知道了她能不来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别跟那个宋长青搅在一起搅在一起 你不听啊 现在闹得满城风雨 你不嫌丢人哪 我没觉得丢人 别说是给我一个处分 就算是把我开除了 我也要跟宋长青好 宋建古 说话不算数 姐 天凉进屋吧 张队长 处分我们家唐晓宇可以 剥夺她上台的资格也行 但是得有真凭实据 我的女儿我知道 她犯什么样的错误都有可能 就是不会有生活作风问题 这关系到我女儿的名上 你得跟我一说法 要不然我就到文化局告你们去 文化局不行 我就到市里告你们 你信不信吗你 要说法是吧 好 唐晓宇把男的深更半夜地带进女生宿舍 算不算生活作风问题 谁看见了 我 我亲眼所见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 她违反团理规定搞对象谈恋爱 算不算生活作风问题 你别胡说啊 我女儿谈恋爱我能不知道吗 看来你这个当母亲的很不称职啊 对你女儿的思想动态毫不知情 你说 到底是谁 宋长青 你女儿的思想动态毫不知情 你不信心 这些年纪 你发动了 是什么 祝福不信心 就应当你做了 练乱了 我今晚来 要上面 看来 这些年纪 可想着